拜登应该是今天吧,发表国情咨询演讲 台下的共和党议员就是 大喊是骗子 没想到呢,他们的媒体这个东西也敢报道 那我们也知道 那么我们这里的评论呢,让大家都很惊奇 没有威权,这是权力制衡 至少敢喊,世上只有一种生意,那就是谎言 挺好,有人监督 讨价还价是买买,这样很好,在座的都有话语权 胆太大了,场面热闹非凡 这才是开会,自由,就像一家人讨论加强事 有反对才正常,如果连反对的生意都没有了 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这样才使他们成为世界的人领者 这样才能选出能力最强的好的领导人 看看 以后这种新闻恐怕也不能报道了吧 我看有官媒报道吗 哎呀,官媒你们还要报道 你们报道这样子 合适吗 你们报道这样 啊,金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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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网报道 以后这些个事儿,我劝媒体们你们不要报道了 不合适的报道这些个事儿 很容易让他们有所联想 啊 啊 啊 感谢观看